建樓剛才都不夠用 所以他們的產品就不愁沒地方銷 只是我老是問這個問題 我說你們想上股市幹什麼 不是來圈錢你想幹什麼 他們就想要上股市 我現在沒搞明白 然後公司銷售額是相當大 有個150個億人民幣的銷售 這是做天文素質的 所以我跟這邊證券的一些搞證券 他們認為這個公司應該直接上哥倫多主管 然後應該有最大的三個金融 因為我公司的董事有一個董事 董事在BaseG時間很長 公司可能要到北美來上股市 就是因為北美的股價會更高一些 很多基礎含量的 或者是有一定的市場 那個站連市場 比如說那個鋼鐵廠 它這個產品供應求的 那就是一個很好的Storage 要集資要擴大 至於擴大不擴大我就不知道 這個方面呢 我不一定就是爭取去做去 所以說我就說是想提供一下大家 什麼東西是可以去考慮的 然後呢就說人家給你一個水果盤 給你自己用自己的腦子去想 我為什麼選這個不選那個 實際上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想要去找投資商 第一把自己放在投資商的角度上來聽我講 我怎麼能夠說服他 這個這個角度就行 如果說我要去找個合作夥伴 我比如說我使勤為跟我關係挺要好 那是私人關係 那如果我現在要開個公司 我要怎麼說服他 那我第一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說 哎呀海星人認識幾年了 但是一起做生意是兩回事 那你怎麼說服我 這樣之後呢 你要講得面面俱到各方面 所以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我想不用再帶頭時間 因為那個雷總已經把這個該說的都說了 我只是一路一下 謝謝我們請總 這個很精采 大家都新年經濟有味 下面我們請這個協會會長 這個史清衛同事 他呢是也是來了很多很長時間 現在比我到兒童業上班 比我還早 所以的話呢 他現在跟大家介紹 他跟他在洋人公司一起在 活著創辦 這個他的經驗是非常unique 所以成為大家的喜歡 謝謝 謝謝大家 剛才呢就是 就是我們有時候我們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的老總已經跟我們講了 那個他們不同的辦公司的經驗 有很多共同的這個特點 也有很多共同的這個經歷 他們可能也得出了一些個共同的道理 然後現在我呢就是要讓大家想一下 為什麼大家有不同的經歷不同的時間 但是這個經驗是一樣的 為什麼是一樣的 我在做這個slide的時候 我想到了就是 因為我們已經有三個老公子 我就沒有必要這樣重複了 肯定是一樣的經驗 那麼我怎麼樣呢 講一下 就不同的種子 所以 那我呢就想我們就說 我們的會員呢 他是有正在找工作的 也有已經是西郵 我們這個會員的這個範圍就是很大 我們必須要考慮到每一個人去 雖然今天我們主要講這個 創辦企業 但是我也想到這個 我們這個比較年輕的 就他現在還沒有這個門禮 可能正在想 可能就想十年以後 那麼現在應該怎麼做 那麼我呢就是想 總結一下 就是我們怎麼樣做這個 做決定 就是如果我們就 在這個整身的過程中 我們有很多實質路口 那麼在每一個實質路 我們應該怎麼樣做這個決定 我這個經歷呢就是比較 比較簡單一點 不是像他們一樣好像有很多辛苦的 還是比較順利 從來沒有找到某種種 就是一步一步就找大家 比較順利 那麼我也有很多實質路口 我也要做決定 那麼我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麼做這個決定 我這裏有個for information 那就是我個人的意見 就是跟大家參考 那麼每一個人他經驗也不一樣 他的believe也不一樣 我做了一個人